各位好 歡迎大家今天又來到每個禮拜五的哲學星期五在台中的活動 我們哲學星期五每個禮拜五的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 都會在好辦這個地方然後舉實 這樣的一個公共論壇 那可能很多朋友有來過哲五 有人可能也是第一次來 不知道有沒有第一次來的朋友 舉一下手讓我看一下 來請放下 第一次來過哲五可能 也許之前有聽過 那可能不見得完全人認識或了解哲五在幹什麼 那我先稍微跟大家簡介介紹一下 有關於哲學星期五這個平台這個論壇 那我們哲學星期五它其實是 大概五年前在台北就開始有第一場的哲學星期五的活動 那其實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就希望說有一群人 那我們可以討論一些議題 那每一種議題我們相信它背後有一些公共性 然後我們也嘗試說可以開拓在台灣討論的一個氛圍 也就是說我們在台灣很多議題我們拿出來討論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有彼此不同的意見 可是這個彼此不同的意見我們往往容易流違說 只是在講難題就是直接講的時候就是打嘴炮 所以不容易有一個好的討論的品質 那我們希望說比如說在每一個禮拜五 有一個晚上我們來固定討論一個主題 那針對這個 topic 那我們把它討論清楚 不管你的意見是什麼樣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是好好把這件事情來講清楚 討論清楚 那我們歡迎各式各樣多元的看法可以來討論 所以比如說我們相信說什麼議題都是可以講的 什麼議題都可以討論的 所以我們帶有強烈的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政治也討論 那我們討論藝術也有討論過 討論過運動、體育 因為我們不要小看藝術、運動 它背後都有一些公共性的存在 那所有的議題我們覺得它都有很有值得討論的價值 那比如說有一些具有爭議性或議題難道我們不討論 我們也要討論 就是因為它很爭議的時候沒有辦法講清楚 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我們也討論死刑 我們也討論這個 這個多元成家 討論同志的議題 那我們也討論甚至我們台北的第一場討論 就是自殺 有關於自殺這個議題 自殺背後帶有什麼樣的公共性在裡面 它是因為只有個人的問題 還是說它存在背後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在裡面 所以我們第一場就討論這個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在現場的各位 我們大家彼此有很多意見的行程 溝通的過程裡面 我們去審思或去思辨出一些 我們不一樣的想法 然後嘗試把它講出來 那因為其實我們台灣就缺乏說 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因為學校老師不鼓勵大家發言 不鼓勵大家問問題 你如果有問題 就有時候問的是 你覺得害怕發問是因為 你覺得我這個問題好像不怎麼樣 可是所有的問題在我們哲務裡面 都是好的問題 不會有不好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要這種擔心 這就是哲務 大概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平台 那哲學心區裡面 所以因為鼓勵大家要多講話 多發言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傳統 所以我們哲學心裡每個人都要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很有壓力對不對 但是你嘗試著不要覺得說有壓力 因為你想想看 在很多場合你其實 你不被鼓勵講話 不被鼓勵說你可以講自己的意見 但是在這裡我們鼓勵你講出你的意見 所以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議題 你可以稍微簡單講一下說 你是誰啊 你來自哪裡 或你在做什麼 那你也可以講一下 你對於這個議題的一些看法 或這個議題 你可能已經有一些問題先形成 先存在也沒關係 當你提出了這些問題 在自我介紹過程提出來 你就可以讓我們前面的今天準備來分享的講者 他們其實心裡就會知道說 原來今天來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存在哪些疑惑 他們可以事先的在待會分享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可以也許回答到你的想法 或回答到你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介意的話 你可以去講出你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不要害怕 那其實摺五我們這個活動 其實就是主要 其實我們都是靠志工來形成的 我們其實也不是一個營利的單位 我們每一個在現場的來協助的我們摺五的志工 其實就真的是志工 我們是一個志工團的形式 一個團隊 我們每個禮拜在這邊主持活動 其實就是依靠著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微薄的 可以小小的貢獻 也許你覺得這場活動 你覺得它價值100塊 就會把它丟進去 你覺得你沒有覺得說這個手頭很緊 沒關係啦 就也不用丟 但是我們其實也歡迎大家可以有益助 然後讓這個活動可以持續穩定的來辦下去 所以我們就成 變成說每個禮拜我都可以在這邊 然後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活動 跟我們可以邀請一些團體 NGO的朋友 或者邀請一些在某個領域他有特別想法的朋友 就可以來到這裡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對於來分享的這些朋友 他們其實是不領出席費的 沒有什麼所謂的影響 因為他們是來分享他們的一些概念 他們的工作 分享他們的想法 那所以其實 就比較純粹分享的性質 所以他們也沒有領錢 那可是我們其實這個活動 包含這個場地啊 也是有贊助 那也包含說 其實對於外地來的這個獎子 我們有時候會給他交通費 雖然他來這裡分享沒有演講費 但是遠到而來的 我們通常都會要補助一些 補貼一些交通費用 比如說從中章頭以外來的朋友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後也歡迎大家 可以捐一點小銀錢 在這個益助箱裡面 那待會我們就來自我介紹吧 大家會很緊張 不要緊張 那其實 自我介紹就稍微談一下 你是誰這樣就可以 就我剛剛講你是誰啊 來自哪裡 你在做什麼啊 你對今天活動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好不好 就不要緊張我站在你前面 有齁 然後我自己先自我介紹 這樣我示範一次可以嗎 好 好啦 那我也是哲午的志工 我是楊總理 那主要協助哲午的活動的策劃 那 我是台中人 那其實我們對於今天的活動 我很開心說可以我們來談 有關於這個在社工的議題 就是要做這個世界人道援助救援的衣服 是有關真的嗎 其實我是這樣知道 好 因為其實我們要談是 在中亞的積爾基斯這個國家 然後加福基金他們如何去 在這個國家進行一些社會工作的事務 那剛好我自己也是社工系畢業的 所以我對這個很有興趣 那我自己 但是我大部分的經歷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都在從事社會運動方面的工作 那我跟這個比較接近 是我曾經在台南邊境的從事有關於那個緬甸的難民的工作 那可是我在從事那緬甸的難民工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發覺到整個社會裡面的政治經濟狀況 它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 滿以撼動的結構去影響到很多 我們去幫助的這些個案 那其實所以我在想說 也許我們也可以從 吉爾吉斯的這個案例裡面 我們可以聽到今天來兩位要來分享 還有我們這個加福的代表 聽聽看他們有什麼樣特別的不同的經驗 你不要說一個人只要講十秒 對 我講太久了 可以講十秒 十秒是基本 可以講三十秒 不要超過一分鐘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哲午志工嘉義 那我今天就是做一個摘藥的動作 做摘藥的動作 然後 Welcome to Taiwan 我對於社工的Honorong其實不是太熟悉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會來 大概也是對於吉爾吉斯蠻好奇的 因為想講中亞五 同樣在亞洲 但其實台灣對他的認識頻率是太多 然後今天題目定就是亞洲的心臟世界的邊緣 我覺得這個是滿有趣的一件事情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我看到在那個簡介上面有提到 就是除了外來的力量進去當地提供協助之外 那其實也希望培育當地的可能包括學生或者是社區 能夠自勤自立自強 所以我期待說今天晚就是大家在分享的時候可以多提一下這個區塊 就是除了你們自己本身在做的我相信今天一定會講 那但是怎麼樣帶動在地去自己也能夠參與這個部分 好 很好 已經提出了一些想法 大家好 我是阮先生 那我之前有到那個田谷在南國的短期的季工 所以我就是也很好奇在自己也只是可以說什麼對整理 所以今天也提出什麼提供的理想 謝謝大家 我叫你好中文 我叫我史上學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因為曾經在台灣的住民國工作過 所以對這種民族的議題是會有興趣 那我是羅雙的 我跟吉爾吉斯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今天是來了解的 不知道這個國家在哪裡 對不對 不知道 因為沒有聽過 好 待會應該會有人介紹一下 所以是對國家有興趣 還是對於他們從事的工作 我喜歡 就要那兩個字微笑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 接大盤寫的故事吧 好 謝謝 接大盤寫 我江振仁文 然後我也是社工CDO 那我對家庫文就是蠻爽的 就是我沒有在裡面工作過 但是大概我們很多學長姐跟同學都在裡面工作 妳現在也在看社工嗎 沒有 我已經 妳 妳 就是那個社工界的陶餅 對 相關 高昂寬 對 我是國學長的學妹 東武社工 東武 對 高朝鮮 東海 對 但是我對家庫在海外的工作比較不了解 想說來一次看看 好 大家好 我叫曾寶蓉 是更生團契退休的牧師 我對這個吉爾吉斯 哈薩克 什麼吉爾斯坦 那些都在中亞幾個國家 以前常在那個師路啊 電視上看到 看到這些好像他們蠻悠閒 蠻那個好像 我看到影片上大部分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嗯 他們都很悠閒 但又在又在那邊 好像在休閒一樣 對這些國家很好奇 尤其他們是在那個 新疆維吾爾 那個附近 所以是 是 嗯 很多人在中亞都會經過那些國家 可是我們 台灣比較少 那我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 就想多了解一下 吉爾吉斯坦這個國家的情形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桃園的校圈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 哲學進行 那剛剛我來收看 吉爾吉斯 什麼地方 我剛剛有張 也不知道他在哪 我剛剛有張Google手機在查 吉爾吉斯坦 所以我們開始也培養自己的國際觀 對 大家好 我是曾海平 然後我是中聚基地的志工 我是那個大陸報美業 然後我是聽很多同學說 這邊有班中聚星期王 一直很想來 還一直錯過 我剛剛兵時經過 所以錯過很多次 現在更路過對不對 對 剛好也就來 好 然後吉爾吉斯坦 是有在學校 但是從中聚上看過一點點 不是很了解 對 謝謝 大家好 我這樣叫我一次 然後我是也是社工 社工人 那今天其實是來看同學 同學 對 然後第一次 台中人嗎 對 光源 OK 大家好 我是徐歐整 然後就覺得吉爾吉斯坦 應該是個很神秘的地方 很神秘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很神秘 因為 其實 因為你在地理課本 就是大概就一個段落的篇幅而已 可是你對他背後 住在那個國家裡面的人的生活都不了解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的這個 比如說大部分的人 是什麼樣的族群 然後他是 信仰什麼樣的宗教啊 什麼樣的文化啊 然後就比較莫神一點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賴維生 我是哲學一期五的事工 然後就是 現在放起假 然後今天有空 然後回來看看大家 對 這是我們那個 在台中也是在台北的事工 大家好 我叫鄭文 然後我目前從事金融業 然後我是對 哲學星期五辦的活動 很有興趣 然後今天中年非常難 就很難 中年直接來 以後可以常來 然後每個禮拜的主題都很有趣 都不太能 大家好 我是陳澤翰 我現在在做那個 黃豆跟 的推廣 是八豆脂肪 那 會想要參加是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在園園村跟七座的過程中 也滿 滿有像這樣兒童的問題 嗯 就來聽看到底 除了我們在製作 豆花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做那個會遇到兒童的問題 要不要講得詳細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在雲林 水泥的地方 跟他們七座 黃豆 那 那些小朋友 其實 基本上 他們都還要幫忙 因為黃豆現在是現在 七座的面積 機器不夠大 所以只能用人工具採收 那 其實他們也會面臨這些問題 那 我其實大致上了解是 其實他們也 也對於升學這件事情 也有很多問題 因為 教來講人家他們其實 也不知道 那我們在推動這個 有機黃豆的過程中 其實 接觸小朋友 其實是接觸蠻多的 那 那 就是想說 來了解一下 集合體肆的兒童跟 台灣的同性兒童 會不會有一點共通點 對 然後 所以大家訪到 所以我們 叫霸豆之寶 就是 水霸的霸 然後黃豆的 那請大家可以幫我們按個帳 然後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好 歡迎大家來工商服務 對對對 霸豆 制法 對對對 OK 那你從雲林跑來 我在台中 好 雲林是我們機器做的地方 OK 大家好 我叫阿丹 然後我是從大獎過來 那我本身也是聖功級畢業 現在還在 還在 還在 還在聖功界 還在聖功界 對 然後我做了 哪方面的服務 西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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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幾天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公室有在做一系列的屬籍 孩子 有關的報導 那這幾天 這三天的新聞都有提到說 偏向的孩子 有一些協會在幫忙他們做客戶輔導 其實已經不像是時段性的客戶輔導 而是在家裡都沒有人 然後到 譬如說到一些教會辦的一些協會啊 或者是客戶照顧 已經是變成說像上課一樣整個時間 就是很長時間提供小朋友的活動 那像剛做夥伴手提到的 有一個孩子也是需要幫忙家裡的農 就是農事 然後放棄了一些運動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培植在地的能力 然後讓在地的人去幫忙在這裡的這個議題 我覺得還滿興趣的很重要 所以今天載助理 謝謝 OK 好 非常好的經驗 剛好我們今天好多是這種社工背景的朋友 然後來也分享了自己在從事不同的領域的助人工作的經驗 我們有兩位新來的朋友 我們要自我介紹一下 告訴大家說 你是誰啊 簡單講一下 在做什麼 然後為什麼今天想要來聽 或者你對這個議題有什麼樣初步的看法 沒關係 你好我是 第一次來嗎 第一次來 是 第一次來 我是賴伊倫 然後我是蟲王農夫 農夫 然後是我媽媽邀請的 OK OK 謝謝 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住正附近 所以我前期來聽過覺得非常棒 那我就介紹我們的年會 很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每個禮拜五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都會在這邊 那有不同的主題 那我們這禮拜的主題 談的是有關於這個吉爾吉斯 有聽過這個國家嗎 有 有 可能 對他認識不是很了解 那我們聽聽看說 那台灣的家福基金會的社工怎麼在那邊做社會工作的服務 這樣 OK 那還有沒有朋友 來 這我介紹一下 大家可以 大家好我是雲 我是那個好辦的之前實習店長 剛好可以嗎 好 來 做一個來探一下 探親一下 對 好 大家好我是Chu 然後我也 我是那個 也是之前好辦的實習店長 然後 其實我對這個主題蠻感興趣 因為 我小時候看過一本書就是一個醫生 然後 他去流浪 然後 就是 他那個書就是在C度的路程 就是中亞 大概中亞位置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 我們一般人對中亞這個地方就是 覺得 會很覺得很平快 然後 好像很神秘的地方 這樣 但是 就是想要多了解一下 OK 好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陳翰 然後我是負責網路直播的部分 好 謝謝 陳翰是我們固定的錄影的志工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的活動 其實你可以在YouTube頻道上 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錯過了這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 然後去網路的那個YouTube頻道 搜尋正確星期五台中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每一個禮拜五的獎者 他的那個分享 我們都會放在網路上 有錄影 大家好 我叫阿瑪斯 我是 你如果在台北的話 你會怎麼進來 謝謝 好 那 都介紹的差不多 那因為我們今天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兩位 從 其實是原道而來的外國朋友 他們待會也是用英語來跟大家做 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會透過這個 這個 家福中心的代表思多 然後來跟大家做簡單的 這個 逐步的口語 這樣子 那我們是先把 那個 主持的工作交給我們之後 我有製作一請 進來 按 谢谢大家